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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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各位親愛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你的主播尚恩 今天呢我們帶來的是勇 走邊線的閃閃說 這也是勇的新造型 可以注意到呢我們的被動 被動特效看起來就相當爽快 好像傷害更高的感覺 我覺得以特效來說呢 這個造型甚至有比 雪薩修羅今天更加帥氣 特效的部分 長相呢我覺得雪薩修羅還不錯 喔齁 這個書是給我們的新蓮禮物嗎 看來他應該是暫時性的斷線喔 如果呢最近幾天也常常遇到 我的隊友斷線 記得幫我影片點個喜歡 好沒訂閱的話呢也請你訂閱打開鈴鐺 如果最近大家有跟我直播呢 可能會常常發生一些 三打三四打四的事情喔 就是雙方各隊呢都有一兩個隊友斷線 可能是勾聯呢人太多 伺服器突然間承載不了 這個跟買演唱會是一樣的喔 如果大家搶著買演唱會的票呢 網路就會當機 結果大家都買不了 那右上角是我們建議是中央以及奧義 鞋子的部分呢 攻速鞋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大家可以注意到呢對方全是物理攻擊喔 幾乎除了敵方的中路以外 所以呢物防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裝備的部分呢 王者之間有個調整的空間 王者你可以改成四血弓 看你個人的喜好 如果我們有帶奪萃的話呢 我們就會出王者 如果是帶死克精靈的話呢 就會帶四血弓 那這一場呢我們重擊目標不是修造型 而是獲得勝利 獲得勝利呢一快速手段呢就是吃魔龍 把我們的經濟呢提高 早點吃魔龍呢有機會就吃魔龍 有機會就偷塔 我們要利用每一個給我們的機會 這樣子呢就可以 經濟碾壓而順利的結束遊戲 這邊博盾呢背後遛了兩個英雄喔 我們的白女手也還有拉茲 博盾技能還敢走過來 他不知道有沒有暈眩嗎 把他暈住拉茲在擊飛 推 推 把他推進防禦塔 最後勝利把他帶走 這次我們的血量相當慘喔 要回家補個血再出來 那這個造型呢它是有回城特效的喔 會召喚一個龍出來 但是呢這個龍好像會把我們 原本的回城特效吃掉 那我們順便說說奧義 關於第一個奧義呢覺醒的部分 如果你有暴怒 暴走 或者猛攻 都可以帶 我個人呢是首先推薦覺醒喔 由於我們的被動的攻擊時間呢 會受攻擊速度影響 我不要習慣呢攻速更快 可以更快走A的手感 這邊消耗一下敵方的蘇 不用喔消耗的方式呢 就是一個普攻一個技能 技能能夠觸發我們的被動喔 對戰敵方蘇的話呢 我們吃兵的時候 就要不停的走來走去 這個博盾呢他並不是一個刺客喔 由於他太大塊了 一開始我們就發現他的蹤影 結果被他裝在土裡面喔 還有傷害不是很高喔 如果官方要把博盾的操作率提高呢 可能把大招的傷害稍微提高一點 這個不錯的選擇 喔這個博盾還在裡面喔 在草尼衝了出來 先運作他們的蘇 趕緊撤退 這邊我們的血量有點少呢 敵方卡芙妮也在喔 喔我們的蘇有點可憐 被敵方抓到 他們人實在有點多 獅子都在 實在有點誇張 幫我們補點傷害 但我們不能太出去喔 這邊有收到敵方卡芙妮 那樣就挺不錯的 魔龍也差不多該重生喔 這次我們打野趕到 我們先幫我們本線推進去 先進兵線 抓不到也沒關係喔 我們的目標是魔龍 如果有兵線呢 當然我們也可以推防禦塔 反正呢推塔魔龍 都是可以加快我們獲得生意的節奏 可以注意到我們二技能呢 地上的陣法 也有一些特效 還是挺細心的 這個造型呢我們花了大概兩千點 有人呢花了可能四十點 甚至幾百點就抽到 相比菁的造型呢 算是比較佛性一點 當然呢如果不要相比的話 單純一個造型兩千點 還是挺貴的 召喚個龍回個城 目前應該是遊戲 第二個可以召喚龍的英雄吧 上一個是艾莉 欸 好像艾瑞也可以召喚龍 那是第三個吧 說不定他們是兄妹喔 艾莉 勇 還有艾瑞 這時候呢我們發個信號喔 優先推塔 我們拔掉了上塔之後呢 趕緊來拔中塔 因為我們隊友呢 震了很多射手喔 我們的蘇是輔助射手 所以呢推塔應該非常快 蘇玩輔助呢 其實有個意想不到的好處 就是他的陷阱喔 可以做很多視野 說不定呢如果職業賽 蘇放出來的話也可以這樣玩 這邊多虧蘇的視野呢 我們看到敵方的 紅頭髮 順利把他帶走 肥淚 喔這邊暈到敵方的蘇 直接請他吃一套連罩 跟上去普攻 他就要瞬移一槍 我們這槍應該外右邊一點 但拉致有成功把他帶走呢 就沒關係 這場的接觸是挺快的喔 我們推很多塔 目前才六分鐘 已經推了上路中路 下路也正在 OK下路也推掉了 這時候我們還是治癒一下自身的安危喔 畢竟呢可能沒有人可以保護我們 找機會抓敵方的 克里希就把他帶走了 有空讓人趕緊把這個中塔拆掉 目前我們是一個打節奏喔 就找到機會呢就拆塔 找到機會就拿龍 找到機會就拿無劍 這波本我們想要抓白禮喔 但肥淚呢 有點暢黃喔 這個大招 再拿一個人頭 這邊卡芬妮單挑呢 我們一技能暈到 本來是贏定的 當然結果我們被敵方速射了一槍 直接被殺了 這也是意外喔 速的子彈呢 是我們的意料之外 OK 用清兵線這野關都相當療癒喔 尤其是清兵線 因為這敵方卡芬妮 那個叫斐淚 紅頭髮是斐淚 金頭髮是卡芬妮 或者呢 如果你記不上他的名字 也可以叫他們 紅頭髮金頭髮 一槍 OK 我們的第三顆人頭 也是來自斐淚 其實我們只是想要輔助一下喔 沒想到呢 人頭都被我們捡走了 這個藍呢 我們隊友想要也是可以給他的喔 我們趕緊過來推個塔 有平線的話呢 對塔上會比較高一點喔 推塔之前呢 可以嘗試下號敵方 也可以一邊下號敵方 一邊推塔 注意不要被抓進去就好了 注意不要被抓進去就好了 這一波呢 敵方卡芬妮用的大招 還是把防禦塔守了下來 但下一波就比較難一點 但這裡呢 我們隊友的血量都不足 他們想要回家了 可是我們覺得呢 我們可以再推一做喔 我們卡芬妮收到敵方卡芬妮 結果被換掉了 但敵方也相當殘血 OK我們還有下一波兵線 馬上抵達 先來附近也過來吃一吃 等我們隊友補血出來 然後看有沒有機會呢 推掉這個防禦塔 這裡抓了一個樹 而我們下一波兵線呢 也正在推上路的塔 成功推掉 然後先買個聖劍 這場呢我們並沒有住王者之間喔 反而是出四血弓 四血弓王者哪一個好呢 是一個辯論喔 那你們覺得哪個好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也覺得呢 四血弓有更多單挑的本錢 比如敵方的奎倫呢 還是什麼 只要沒辦法一擊把我們秒殺呢 我們就可以把敵方反殺 而王者的話呢 則是非常暴力喔 喔我的天 草叢又衝出一個大汗 這個大汗呢還是一隻馬 還是鹿 我們醒來之後呢 要嘗試運敵方的卡芬妮 但是呢 一直被控制動不了喔 但我們的卡芬妮過來 幫我們復仇 OK 還是挺不錯的 那這裡面一正常呢 我們打非常快的節奏喔 這時候已經進入十分鐘 我們來準備最後進攻 敵方剩下高地塔 喔 敵方卡芬妮血量還挺少的喔 他竟然還往外衝 請他這一箭 自己呢把敵方速趕走喔 直接把敵方高地塔 OK我們看我們山路高地也可以省下來喔 敵方掛了三人 我們來直接推 主堡 把兵線清掉喔 敵方主堡血量快爆了 最後呢成功就是敵方主堡 贏了這遊戲 以上呢是我們帶來勇的全新造型 龍騰望向的三角色 勇的望向的關鍵當然 首先是發育喔 進去對手手而言相當重要 有個小貼士呢就是多看小地圖 你要注意敵方的中路輔助 有沒有消失很久 如果消失很久呢 通常就是過來找你的 那最後呢如果喜歡影片 別忘了按讚訂閱打開鈴鐺 我是山路 我們下一次見 掰掰